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NOMPY的课程 今天是第二季 学什么内容呢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NOMPY的基础 今天咱们学学NOMPY该怎么用 有什么基础吗 对不对 咱们就学习一下 首先看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 NOMPY数组的基础 基本使用方法该怎么用 是这样 咱们再看NOMPY之前 咱们先看看Python数组 该怎么使用 对吧 我这给您写了 Python数组有两种 一个是一维 一个是多维 多维指的是二维以上 对吧 好 那咱们先看 Python一维数组 该怎么定义呢 就这么定义 这样吧 我给您开个文件 咱们运行 咱们边运行边看好吧 这样可能更好理解 把我的中端最大化 我可能后 Py 进来之后 咱们考上一个Python的数组 考完之后 咱们直接print数组 行吧 My array 这样的话 咱们会输出一个数组 什么内容 邵总 我先进一下 我的本地的虚拟环境 没进的朋友 一定要进一下 这样的话 会有各种各样的 第三方库在里面 好 咱们敲 空格 Python回车 当然了 最基础的Python的代码 是不需要咱们的 第三方库的 对不对 所以说出来了 大家请看 1235813 对吧 费波纳奇 OK 这是Python的一维数组 咱们再看二维数组 二维也不难 大家请看 在外面 扩了个中扩号 中间是两个一维数组 对吧 直接运行了 这个在我的南排课程里面 稍等 在我的Python课程里面 都有讲到 所以说您看我的Python课程 如果没有Python基础的朋友 好 咱们再存盘退出 看看它打印出来 是个啥样 Go 大家请看 是个二维数组 对吧 换句话说 在咱们机器学习领域 这个数组叫做两行数组 这是第一行 这是第二行 然后呢 里面呢 是每行的特征 或者说叫做内容 或者说叫做列 都可以 OK 咱们再看看三维 三维嘛 对吧 我给您拷贝过来 看一下 三维一般就包括通道了 都删掉 直接上三维 好 看一下 Go 大家看看 这个是最外层是一维 中间套了一个二维 然后二维里面 又有两个小数组 对吧 这相当于说 咱们处理这个彩色图片 对吧 每个图片呢 又有RGB三个通道 就这个感觉 当然咱还能多倍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大家看起来 我Python来写的 一二二维三维 定义的时候 很麻烦 而且呢 也不好管理 那么Numpay就帮咱们解决了 如何操作管理数组的问题 咱们来看一下 Numpay的数组 它呢 与Python数组对象 有哪些不同 它呢 其实给咱们提供了 更多的为数经功能 比如说NDRay 这它给咱们提供了一个类型 拥有更多的属性 比如说什么属性 咱们看 如果咱们使用Numpay数组的话 它会有一个ND 支持数组的为数 马上能看到 而且呢 可以打印出来 以这个圆组形式 打印出来的为数 像我前两天做这个机体学习 主要是用的Shape属性 对吧 看到咱们的训练集 有多少张图片 每个图片的大小是多少 然后呢 有没有RGB的三个通道 对吧 通过Shape就能够看到 对吧 同时圆组里面有多少个数 咱们统计一下 有多少个数 包括有什么类型 是Anti型 还是Float型 对吧 还有这个站的字节数的大小 这都是这个Numpay数字 给他们提供的便利的功能 那咱们先少计 马上运行一段 Numpay的代码 看一下 一运行变质 试一下 而且它给他们提供了 好多便利的功能 比如说 刚才一会儿 我会给你演示到的 这个Reshape 直接改变这个数组的形状 存盘退出 然后清平 看一下哦 大家请看 同样是这个数组 12345813 对吧 它可以统计出来 现在是数组是维数是1 然后是6个元素 对吧 换句话说 可能是6行 在咱们的机器学体里面 叫做6行 其实是6个元素 对吧 然后这个元素各数是6 然后是Ant64 占内存8个字节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咱改一改 改什么 大家请看 比如说 我这是一个1维数组 6个元素 我想把它变成两行三列 如果咱们用Python的话 该怎么变 很麻烦 对吧 咱们肯定要做循环 其实在这里面 用一个Reshape 就能够把它变出来 好不好 咱们看一看 我这6个数组 能够变成2乘3吗 对吧 两行三列 怎么变 看一下 我这代码也得改一下 把Reshape加上存盘退出 好 咱们再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数组变了吧 一开始的咱们数组是 123 123 5813 对吧 通过咱们Reshape之后 变成 大家请看 两行 然后这行里面 有三个元素 两行三列 对吧 所以说大家请看 数组的为数 用刚才的属性统计出来 是两维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这点为什么这个Shape常用呢 就因为咱们机器计算经常用 对吧 大家请看 它给咱统计出来的是 两行 然后三列 两行 然后每个具体的里面的内容 是有三个元素 这么理解也可以 但是元素各种没有变 刚才是6 现在还是6 然后占了 INT64 然后占8个字节 都没变 直播数组的形态发生改变 咱们通过这一个Reshape 很快就能把咱们的数组的为数进行改变 是这样 有时候咱们在做这个机器计算的时候 有时候需要升为 有时候需要降为 等等这些操作 那咱们用Reshape 其实还有些其他的便利的函数 都非常的好用 OK 这就是给您讲解的 NOMPY的第二课 给您简单的 咱们声明了一个数组 然后显示了它的一些具体信息 同时咱们又改变了一下数组的为数 非常的方便 今后我还会给您介绍 关于这个NOMPY多如牛毛的函数 希望您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然后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GitHub上 有兴趣朋友可以下载参照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订阅点赞分享 好了 谢谢您了 那就这样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